您现在收听到的是 三岛游济夫超长篇小说 《丰饶之海之小四》 由文道书社出品 《冰临演播》 第四十一集 两天后 本多余约定的午后四点 在约定的地点东京会馆门厅等候 她想 如果月公公主来了 就把她带到今年夏天才开张的楼顶餐厅去 门厅摆着许多皮沙发 如果打开抱夹子 来演示自己在等人什么的 这里是个很合适的去处 本多在内兜里揣着好容易弄到的三支 哈瓦那手卷雪茄烟 吸完这三支烟 月公公主就来了吧 但有一件事 是她担心 她刚坐到这沙发上时 窗外就暗了下来 要是下起雨来 把楼顶淋湿 就不能和公主在那里用餐了 这是五十八岁的富翁 再次这样等候泰国少女了 这么一想 本多总算摆脱了不安 感觉自己又回到了本来的日常生活中 那是一种海港的状态 而她生来就不是一支船 回到了等待月公公主 这个她唯一的存在形态 就是说 这是她真正的精神状态 她是一个有大把的钱 上了年纪 对于单纯的男性的快乐 不屑一顾的人 她实在是个麻烦的家伙 她甚至可以满不在乎的 下决心拿自己的卷带 同地球做交换 但她的外表却朴实而寒酸 在精神上喜欢置身于一个被局限的低洼处 对历史和时代如此 对奇迹和革命也是如此 像坐在西市马桶上那样 坐在盖着盖子的深渊之上 吸血加烟 一切都听认对方的意志 而她只是等待 这时梦想开始明显地成心 隐约看到难于捕捉的无上幸福 死能使人在这样的状态下 达到无上的幸福吗 若是这样 那么月光公主不就是死吗 她手中的占卜牌里既有不安又有绝望 期待的时间 本是一支青贝罗电工艺品 黑底的漆面上欠香着几多微距 地窖室的西市小餐厅里 正准备着晚餐 摆放刀叉的声音哗啦啦响着 和逝者手里拿的那把镀银刀叉一样 本多内心的感情和理性也是一团糟 没有任何计划 这是理性的邪恶倾向 一直被放弃了 本多在这封竹残年发现的快乐 就是如此随意地抛弃人的意志 在抛弃了意志的时候 从青年时代起 就是他伤神的那种 要介入历史的意志 也就殊之高阁了 历史也就不知悬于空中何处了 在那没有历史的黑暗的时间里 在那令人晕眩的高空中 杂技团的荡秋千的少女 身着闪光的白色紧身衣 在飞舞飘荡 这就是月光公主 窗外已按下来 几个带家眷的客人 在本多旁边长时间的寒暄 听得让人昏昏欲睡 还有两个像是订了婚的人 疯子似的漠不作声 窗外 街树沙沙作响 雨好像下不起来 报纸的木板夹子在他手里 像一根长大的禁骨 三只雪茄烟已经吸完 月光公主还是没有来 本多一个人好容易吃完没滋没味的晚餐 然后就去了留学生会馆 这是个不太慎重的行动 走进位于麻布一角的简朴的四层楼 门厅里有几个黑皮肤的目光锐利的青年 穿着宽格子半袖衬衣 再看东南亚印刷粗糙的杂志 本多向前台询问 月光公主在哪里 不在 办事员干脆地回答 对于这种过快的回答 本多很不满 在这简短的回答中 本多发现那几个目光锐利的青年 都在瞧着他 再加上夜晚的闷热 他觉得自己好像是待在热带的一个小机场的候机室里 能告诉我房间号码 按规定不能告诉 会面需要得到本人同意 在这前厅接待 本多死了心 离开了前台 青年们的眼睛又一起回到杂志上 他们翘着二郎腿 裸露着脚脖子 那褐色的槐子鼓像刺一样 尖尖地突出来 会馆的前院可以散步 却不见人影 三楼的一个房间藏着窗子 室内很明亮 本多听到从那里传出弹吉他的声音 虽说是吉他 曲调很像胡琴 间隙的歌声像发黄的长春藤 缠绕着乐曲 倾听着那七碗缠绵的声音 本多想起了难忘的战争前夕的曼谷之夜 本多很想溜进去把每个房间都查看一下 他根本就不相信月光公主出去了 在这朝热的梅雨漆的暮色里 月光公主无处不在 前院像是留学生们试弄的花坛里 开着唐昌谱 在夜色中看起来是黄色的 还有看不太清的淡紫色的驶车菊 月光公主的气息也存在于这些鲜花的幽香里 四处飘散的月光公主的微粒子 说不定会逐渐凝聚成形 在蚊虫微弱的语音中也能预感到这一切 三楼的许多窗子都是黑着的 只有楼角处的房间亮着灯 漏花窗帘先动着十分优雅 本多宁神注视着那个房间 只见一个人影站在窗帘后面 俯视着前院 风吹开了窗帘时 本多看清了那个人的姿容 她就是光穿一件长衬裙纳凉的月光公主 本多孤游自主向窗下跑去 户外灯光照亮了她 这时月光公主清楚地认出 是本多露出了惊慌的神色 立即熄灭了灯 关上了窗户 本多倚着楼角等了很久 时间在慢慢地流逝 太阳穴的血在跳动 流逝的时间似乎也是血 她把脸颊贴在水泥墙上的一层薄薄的青苔上 用那凉凉的青苔消解她老脸上的热度 忽然三楼的窗户发出了舌土信式的丝丝声 像是悄悄打开窗户时的摩擦声 一个白色的柔软的东西落在了本多的脚边 她拾起来 撕掉包着的白纸 里边是掌心大的棉团 看来是用力压过的 一打开纸 她就像活物似的鼓起来了 本多从棉心中 找到了一只镶着金户门神的绿宝石戒指 抬头望去 窗户又紧紧地关上了 一丝灯影也不见 您现在收听到的是 《丰饶之海之小四》 由文道书社出品 冰临演播 离开留学生会馆 本多渐渐清醒过来 这才发现 这里离庆子家还不到两条街 她每次外出约会 都尽量不用自家的汽车 较辆出租车就可以了 但是这次 她要抽打自己的腰背走着去 要让自己受受苦心 即使庆子不在 也要敲敲她家的门 无论如何也不能就这样回家 本多边走边想 如果自己还年轻 就会边走边放声豪哭吧 如果我还年轻 但是 青年时代的本多绝不哭泣 他是有为的青年 他认为与其流泪 还不如运用理智 于自己 于他人都是有益的 这是多么甜美的感伤 多么诗情的绝望啊 本多一边这样想着 一边又觉得 只有在 如果我还年轻 这样一种假定条件下 才可以这样想象 于是 本多就把刚才心中萌生的 甜美情愫的可靠性 连根拔掉了 那么 假设可以宽容自己的年龄呢 可是本多无论现在和过去 都不宽容自己 这是本多的明星 因而 现在只有一个可能 就是梦想一个 与过去不同的自己 一个怎样不同的自己呢 本多根本就不可能成为 清闲和熏那样的人 如果说 本多沉溺于 假若年轻也会如此的想象 确实使他摆脱了一切 与年龄相衬的感情的危险 而得以滋味的话 那么相反 他现在不肯承认 某种感情的羞耻心 兴许就是他遥远的 自律青春的痕迹 不管怎样 不管现在和过去 本多是不会边走边哭好的 一个身披羽衣 头戴你礼帽的半老绅士 独自一人在走夜路 无论在谁的眼里 都不过是夜里一时兴起 出来散散步而已 就这样 不愉快的自我意识 使他过分习惯于 用间接叙述法来表达一切感情 其结果是 即使没有自我意识 他也获得一个安全的处境 因此对于本多来说 各种愚蠢 无耻的行为 都有可能干出来 如果一一追寻 本多过去的心迹 说不定人们会误以为 他是一个感情用事的人 现在 他在羽衣正浓的夜路上 急匆匆奔向庆子家 也许正是这样一种愚蠢行为 走着走着 他真想把手伸进 自己咽喉的深处 把心掏出来看看 就像把指头伸进 西装背心的布袋 掏出怀表那样 庆子在家 虽然在这个时间 几乎是不可能的事情 本多马上被请进 前几天来过的豪华客厅 路易十五式样的椅子 靠背直直地 限制着本多的坐姿 他疲劳得有些发晕 山木门和上次一样 半开着 在盛气凌人的 知行灯的招摇下 这夜间的客厅 显得空旷寂寥 他很想站在窗前 看看在庭院小树林外 明晃晃的街灯 但是他连走过去的 气力都没有了 只有待在椅子上 忍受着臭汗 殴着身体的 自甘堕落的鼠热 本多听到了 庆子的脚步声 他穿着拖地的华丽睡袍 从门厅的大理石 悬梯上走下来 庆子走进客厅 把身后画有 鲜鹤的山木门关上 乌黑的头发 像卷起风暴一样 竖起来 由于头发没有拘束 随意向四面八方 捧散着 淡妆使他与平日不同 连显得小而苍白 庆子绕过椅子 背向会有金色层云的壁龛 中间隔着放有 白蓝地的茶几 与本多对面坐下 他的裙摆下 光脚穿着挂满了 热带干果装饰的凉鞋 红色的脚指甲 和他那黑地连衣裙上的 大朵木槿花一样的红 尽管如此 他那以金色层云为背景的 捧散的黑发 还是显得阴郁无比 请原谅 头发像个疯子似的 您突然光临 连我的头发都受了筋呢 我打算明天去整发型 刚刚洗过了头 洗得太不是时候了 哎呀 男人哪了解女人的辛苦啊 哎 可是您怎么了 脸色可不好啊 本多讹耀地说了一下 方才发生的事情 他很讨厌自己那辩论时的语气 就连自己面临的问题 也没摆脱按照逻辑 加以阐述的老毛病 他的语言只起了 把事情条例化的作用 而他在来到这里之前 是想要生思竭力地吼叫的 哎呀 这是典型的寓宿泽不达呀 我不是对您说过 把这事交给我吗 可是您 我也不知道该怎么办了 不过 月光公主的态度也太失礼了 或许这就是南国的习惯 但是我也很理解 您去拜访的做法 庆子请本多喝白蓝地 一边又说 那么 我能为您做些什么呢 他没有丝毫厌烦的表现 依旧是充满了他那特有的 慢悠悠的热忱 本多掏出戒指 在小纸上戴上去 又摘下来的摆弄着 他说 拜托您把这个还给月光公主 请他务必收下 因为我觉得 这颗戒指离开了 那个姑娘的身体 她和我过去的关系 就永远中断了 见庆子沉默不语 本多害怕了 以为他会发怒 庆子把白蓝地酒杯高高举起来 看得出了神 样起的白蓝地酒杯 在雕花玻璃杯壁上 汇出了一片透明的 沾沾的云彩 又徐徐滑落下去 在庆子黑蜜的头发下 有一双大的吓人的眼睛 本多觉得 他在竭力不把嘲笑表现出来 他的表情极其真挚而自然 他的眼神就像孩子们 在注视被踩死的蚂蚁 我来就是想拜托这件事 就这一件事 本多极度夸张 这区区小事 是打算下某种赌注 如果没有 做任何蠢事都坚持不懈的 这种道德倾向 哪里会有本多的快乐呢 他从这垃圾箱般的世界中 剪出了月光公主 为这个连一个手指头 都没碰过的少女 哭闹着 他把这吃鱼 提高到了这种高度 来寻求自己的幸运 与星辰运行的相交点 那样的姑娘 您别再理她 不好吗 庆子好不容易开口了 前几天 听说在美松的舞厅 有人看见他 靠着一个下流学生的肩膀 跳天面舞呢 不再理她 那绝对不行 不理她 那不就是让她成熟吗 这么说 您有权利不准她成熟了 若是这样的话 您以前为那姑娘是处女儿伤脑筋 又如何解释 本想让她一下子成熟起来 变成另一种女人 可惜失败了 只都怪你那个笨蛋外甥 科技 真够笨蛋 没错 庆子忍不住笑出来 她迎着灯光 透视酒杯后面的 自己的指甲 长而尖的红红的指甲 透过雕花玻璃 从手指内侧看去 犹如小小的神秘日出 您瞧 太阳升起来了 庆子醉了 竟做出这种动作给本多看 残酷的日出啊 本多心不在焉地嘟囔着 这时她非常希望 能有一种丑恶的 违背常识的悟 把这个过于明亮的房间 照得伸手不见无知 刚才那件事 如果我干脆拒绝 您会怎么样呢 那我今后的日子 就暗无天日了 您真能夸张 庆子又把酒杯放在桌上 若有所思 为什么我总要帮助别人呢 她喃喃自语着 过一会儿又说 内心深处的真正问题 总是很幼稚的问题 人一产生某个念头 就去追求 就像为追求一张 印错的邮票 甚至可以去非洲去探险 我感到 我爱上月光公主 庆子哈哈大笑 他的眼神分明认为 本多家开玩笑 然后 庆子毅然决然地说 明白了 您现在需要做某种惊人的傻事 比如 说着 她略微提起睡袍 例如 亲吻我的脚背 怎么样 仔细看看 您根本不爱的女人的脚背 一定会使您心情舒畅的 我脚背上的静脉 是美得出了名的 请不要担心 我在洗澡之后 修得很仔细 不会有爱贵体的 如果把答应我的要求 作为交换条件 我乐意马上招办 那么 请吧 在您的自尊心的历史上 不妨做一次这样的尝试 他会给您出色的历史 增光天才的 庆子显然是被教育者的 热情支配着 他站在耀眼的知行灯下 不耐烦地用双手 拢着捧伞的头发 被拨到两侧的头发 像大象的耳朵一样颤动着 本多想要微笑 但笑不出来 他环视一下四周 慢慢地弯下了腰 因为腰痛忽然加剧 他蹲了下来 最后干脆趴在了地板上 他趴着 看见庆子的拖鞋 像是一个尊贵的忌器 褐色的茶色的紫色的白色的干果 一同涌向他那用力踩地的 五根脚趾头的红指甲 庄严地守护着 他的肌肉饱满的 神经质的脚背 本多的嘴唇刚要挨近 那穿着拖鞋的脚 又狡猾地缩了回去 如果不撩起 他那木槿花图案的裙巾 把头伸进去 嘴唇就够不着脚背 本多钻了进去 内里面充满了幽香和暖气 仿佛突然进入了一个陌生的国土 他亲吻了脚背之后 抬眼向上看 透射出朵朵木槿花的光线 全都变成了暗红色 里面有两根微露静脉花纹的 雪白美丽的柱子松立着 在那遥远的上空 悬挂着一颗小小的漆黑的太阳 乱七八糟地放射着黑色的光芒 本多缩回身子 费力地站了起来 好了 我做到了 我会守信的 庆子接过戒指 献出老练而沉着的微笑 昭文道 悉死可以 您现在收听到的是 三岛游济夫超长篇小说 丰饶之海之小四 由文道书社出品 冰宁演播 第四十二集 上 您在做什么呢 黎芝在屋里催促半天 不来吃早饭的丈夫 看富士山呢 本多在露台上回答 但他的声音不是向着室内 仍然向着院子西端凉亭那边的富士山 夏日的清晨六点 富士山沉醉在葡萄酒色的朝霞之中 轮廓还不清晰 在大约十分之八的高处有一片雪斑 很像节日涂在小孩子鼻梁上的白粉 吃罢早饭 本多穿着短裤短袖运动衫 又来到了灿烂的晨空下 躺在游泳池边 用手拘起那满池清水 您在做什么呢 早饭后 黎芝拾跺着屋子 又含起她来 这一回她没吭声 黎芝隔着窗户 盯着她那五十八岁的丈夫的癫狂行为 首先她的打扮就不符合她的心意 既然是从事法律的人 就不该穿短裤 下面露出衰老没有弹性的白腿 衬衫也看着不顺眼 肉体以没有年轻健壮的厚实感 却偏偏要穿短袖运动衫 结果袖口和后巾 都像穿着海藻似的搭拉着 与其说黎芝现在的心情 是要弄明白丈夫搞这种 与身份不相称的勾档 到了什么程度 莫如说已转化为抱着某种兴趣 在远远观望 她产生了一种快感 好像她那长满了鳞片的自我感觉 被人倒着覆摸一样 本多的脊背感觉到 黎芝已经心灰意冷地回到室内去了 她就全神贯注地注视起了 游泳池中倒影的良辰美景 看得入了迷 蝉在桂树林中锅造起来 本多抬起了眼睛 富士山的色彩还是刚才那样的让人陶醉 到了八点又变成了一派茄紫色 绿意朦胧的山路浮现出了稀疏的森林和村落 在眺望深蓝色的夏日富士山时 本多发现了一个可独自取乐的小把戏 她能在盛夏里看到深冬时节的富士山 这秘详是先凝视一会儿深蓝色的富士山 然后猛地把视线转向旁边的清空 于是眼中的富士残像就变成了雪白色 一座洁白无瑕的富士山就在这一瞬间浮现出来了 自从无意中领悟到了这种幻象之法 本多就相信有两个富士 夏富士旁边 东富士永存 现象旁边 纯白的本质永存 把目光一转向游泳池 她看到香根山的倒影占据了相当大的水面 葱龙吻育的群山使人感受到夏日的苦热 小鸟掠过水上的天空 饲养场里由老黄鹰来访 对了 昨天在凉亭旁边打死一条蛇 那是条二十左右的花蛇 为了防止下着今天来的客人 她用石头砸她的头把她打死了 这小小的杀戮使本多昨天一整天都感觉充实 那条浑身油亮的蛇挣扎扭滚的影像 在她心中形成了青黑色的钢发条 自己也能杀死什么的感觉 培养了她阴郁的活力 本多又把手伸进游泳池 拨弄着水面 水中的夏云变成了毛玻璃式的碎片 游泳池完工已经六天了 还没有一个人在这里游过用 本多和黎芝三天前就来到这里 她借口水凉一次也没有用 这游泳池本来就是专为了 看月光公主的裸体才挖的 其他目的都不重要 远处传来丁丁子的响声 那是邻居庆子的家正在翻修 东京的宅地解除征用之后 庆子很少来御殿场 与杰克的关系不知为什么也冷淡下来 于是产生了和本多的新居一笔高低的竞争心 开始了几乎与新建无异的大翻修 庆子说了 夏天看样子是住不进来了 今年打算到清景泽度下 本多从游泳池边站起身来 为躲避越来越强的日晒 他吃力地把桌子高得多的遮阳伞打开 然后坐在阴凉的椅子上 重新眺望游泳池的水面 早晨的咖啡使本多的后脑部 保持着近乎陶醉的兴奋 九米宽二十五米长的游泳池水底白线 在蓝色油漆的晃动中 使他想起了遥远的少年时代的体育比赛 那不可缺少的白石灰线和冬青油的薄荷气味 一切都被画上了几何学的有规则的白线 一切从那里开始在那里结束 但是这是虚假的回忆 本多的青春时代与运动场没有任何关系 白线也使人想起夜间画在车道中央的线 他忽然想起了夜间在公园看到的 一个总是驻手杖走路的矮个儿老人 第一次是在汽车前灯掠过的人行道上遇见的 老人挺着胸 把带着象牙瓣的手杖挂在胳膊上 为了不使手杖拖到地上 他那只弯曲的胳膊不自然地抬起 使走路的姿势越发僵硬 人行道的一侧是五月飘香的森林 矮个儿老人看上去很像个退伍军人 已成废物的勋章似乎还珍藏在他的西装内兜里 第二次是在森林的暗处遇到的 并且还很近地看到了那手杖的用途 您现在收听到的是 《丰饶之海》之小四 由文道书社出品 《冰林演播》 男女在森林优惠时 通常是女人靠在树上 男人上去拥抱 相反的情况极少见 当青年男女采取站立姿势 走进树底下 小个子老人就紧贴树干后面 在离本多所在的地方不远的黑暗里 拐杖上那弯成U字形的象牙把手 从树干后头 极为虚幻地伸出来了 本多宁神盯着黑暗中浮动的白色 知道那是象牙把手 同时也立即明白了主人是谁 女人两手挽住男人的脖子 男人双手抱住女人的腰背 汽车前灯遥远的光线 照亮了男人脑后头发上的发油 拐杖白色的象牙把手 一时低迷于暗夜之中 不久 似乎下定决心 那U字形勾住了女人的群居 一旦勾住 便以极为熟练的快速 用拐杖将裙子默地挑起至腰间 女人的白腿显露出来了 但老人没有让冰冷的象牙 触到女人的肌肉而被察觉 女人低声说 不行啊不行啊 最后又说 好冷 正在得趣的男人没有回答 女人到底是女人 两人极尽全力 用两臂紧紧搂着她的腰肢 她似乎什么也没有觉察到 这种极态讽刺的猥亵的潇洒 这种极富现身性的无私的邪力 本多每想起来 嘴边就又发出一丝微笑 但一想到前些日子 在松屋随军商店门前和她搭话的那个人 这一点点滑稽感 也就消失在冷清的不安之中了 对自己来说是真挚的快乐 只会引起某些人的厌恶 自己必须从早到晚都经受这种厌恶的困扰 而且不仅如此 这厌恶本身迟早还会不知不觉地成为那快乐 不可缺少的因素 难道还有比这更无理的事情吗 令人毛骨悚然的自我厌恶 与最甜美的诱惑合二为一 自己否定自己的存在 与绝对不可更改的不灭的观念合二为一 存在的不可置信才是不死的感觉的唯一实质 她又来到游泳池边 弯下腰 去抓那荡洞着的水 这是她在步入人生暮年抓到的财富的处决 当她感觉到炎热的太阳射在了她弯下去的脖子上时 她觉得那就像一生反复出现过58次的夏天 向她发来了大量的恶意嘲笑的贱 她的人生并非那么不幸 一切都遵从理性之多 巧妙地避开了毁灭的暗礁 如果说没有过片刻的幸福 未免过于夸张 然而尽管如此 那又是何等无聊的航程啊 所以无宁夸张一点 说自己的一生是暗淡的 更符合自己真实的感觉 公然宣称自己的人生是暗淡的 这也可以理解为 她对人生尚且抱有某种深切的友情 在与你的交友中 没有任何收获 没有任何欢乐 我并没有请求 而你却来强迫我和你交往 强迫我走进毫无道理的生活之网 使我节制陶醉 使我的拥有过剩 便正义为止谢 便理智为家当 将美 监禁成羞于面试的样子 人生未把正统处以流行 把异端送进医院 使人性陷于愚昧而洁净所能 它是堆积在农盆上的 沾血的污秽绷带 那是每天给患不治之症的病人 患下来的心灵的绷带 每一次患绷带 都是那老的哨的 发出同样的惨叫声 她赶到这块山地绚丽的蓝天之上 隐藏着洁白而壮美的 护视巨大而优柔的手 这手为了天天虚空的治愈 而从事着粗野的义物 这双手亲切地触摸着她 又一次敦促她活下去 美女空上风的白云 是一堆散乱的近乎伪善的 卫生而洁白闪亮的心绷带 那么别人是怎么看她的呢 本都知道自己能够站在 非常客观的立场上看问题 在别人看来 本都是最富有的律师 可以悠然度过余生 这本来是在常年审判官的生活里 所保持的大公无私 光明正义的当然回报 人们只有艳险 谁也不会加以非难 这是市民社会对市民的忍耐 有时给予的过迟的回报之一 如今 即使本多万一暴露小小的恶行 人人无疑都会当作常有的无罪的恶辟 含着微笑加以饶恕 总之 在这个世界上 她拥有一切 除了孩子 要不要领养一个 夫妻俩曾商量过 也有人劝说过 但在他们发财之后 一致就不愿再提及此事 本多也不热心了 因为他们对为弄钱而登门的人 害怕起来 您现在收听到的是 三岛游济夫超长篇小说 《丰饶之海》之小四 由文道书社出品 冰宁演播 第四十二集 夏 从屋里传来了谈话声 她侧耳倾听 莫非是一大早就有赶来的客人 原来是黎芝和司机孙护在谈话 不一会儿 两人走到阳台上 眺望着起伏的草坪 只听黎芝说道 你看 那边高低不平的 往凉亭去的斜坡 是看富士山最好的地方 剪成那个样子多丢人啊 好的 那就重新修整一下吧 嗯 修整一下吧 老司机比本多大一岁 他到阳台顶头放置 园林工具的场地 去拿捡草机 本多不太喜欢松户 只是看重他从战时到战后 一直在官厅做司机的经历 动作慢慢腾腾 说话拿枪拿掉 在日常生活里也渗透着安全行车作风的这个人 总是不慌不忙的态度让人奇迹 他认为人生与开车一样 只要谨慎小心就能成功 这怎么能行呢 本多每次观察松户心里就想 松户一定认为主人本多和自己是同样类型的人 本多想到这里 觉得自己受到了他无端的丑化 还有时间 坐在这儿歇一歇吧 本多招呼离枝 嗯 不过厨师和侍者就要来了 他们总要迟到的 离枝像在水里松开一团线那样 懒洋洋地愁愁了一下 回到屋子里去取坐垫 放在铁椅子上 他肾脏不好 怕着凉 又是厨师又是适者 外人到家里来折腾 实在讨厌 他说着 坐到本多身旁的椅子上 如果我是欣欣女士那样爱摆阔的女人 该是多么喜欢这种生活啊 又搬出过去的老黄历来了 欣欣女士是大正时代日本首屈一指的律师夫人 一季出身 以其美貌和奢华名造一时 她会骑马 骑的是一匹白马 即使去参加葬礼 她的丧福也花枝招展 引人注目 丈夫死后 她感到奢侈的欲望 也无法满足 在绝望中 自杀身死 听说欣欣女士喜欢蛇 在手提包里总装着活的小蛇 啊 我忘了 你说过昨天打死了一条蛇吧 垫下来的时候 要是爬出蛇来可不得了了 松户 你要是看到了蛇 一定要把它解决了 不过 千万不要让我看到 她向拿着捡草机走远的松户喊道 游泳池水 无情地映出了喊叫的妻子衰老的咽喉 本多凝视着那印象 突然想起战争期间 在澀谷废墟 遇到的廖科 以及廖科赠给她的孔雀冥王金 要是被蛇咬了 念一下 这个咒文就行了 魔玉吉罗蒂沙喝 哦 离之对此毫无兴趣 她又坐到椅子上 忽然想起的捡草机声 给了她俩沉默的自由 本多觉得古板的妻子 对宫殿下的到来是欢迎的 但对于妻子明知月光公主来访 却依然平静感到惊奇 然而离之却希望 如果今天能现实地 在丈夫身边见到月光公主 那么她长期以来的苦恼 大概就可以烟消云散了 明天游泳池开放 庆子带着月光公主一同来 可能在这里住下 当丈夫若无其事地 传达这消息时 离之心里乐得热啦啦的 由于嫉妒太深 而又无确实的根据 所以离之好像闪电之后 等待雷鸣那样 时间每过一瞬 不安都有所减轻 可怕的东西 与渴望的东西 变成了同样的东西 再也无需等待了 心情也就随之开朗 离之的心 好像是侵蚀着泥土的一条河 在广袤无垠的荒原上 曲曲弯弯 缓缓地流过 流至河口处 将夹带的泥沙尽情地堆下 然后渐渐流向那陌生的大海 那河以此为界 将结束其淡水的生涯 完成化作苦涩海水的转变 某种感情的量增至极限 会发生改变 原来以为会毁灭自己的苦恼 蓄之既久 也会突然化作生的力量 这是一种非常之苦 非常之爆裂 然而又是豁然开朗的蓝色的力 她就是大海 本多没有觉察到 妻子正在渐渐变成一个苦涩而难缠的女人 用愁眉不展或撅嘴不语来试探 折磨她时的离之 其实只是处于化涌的阶段 在这晴朗的早晨 离之甚至觉得肾脏的老病根 也减轻了许多 远处减草机沉闷的轰鸣声 震动着默然对坐夫妇的耳骨 这一对没有必要交谈的夫妇 这样的沉默远远超过了一副静止的画面 本多夸张地感觉到 这是一种勉勉强强互相默认的状态 就像互相依赖的神经术 由于是依靠在一起的 所以倒在地上时 才没有发出金属般刺耳的响声 本多感到 自己要是犯了滔天大罪 她至少要比妻子飞翔得更加高远 然而她又只得承认 妻子的苦恼和自己的欢心 永远都是同一种身高 这大大伤了她的自尊 印在水面上的二楼客室的窗户 正开着通风 白色的透花窗帘在飘荡 月光公主曾在深夜 从那窗口飞到屋顶上 又轻轻地落在地上 只能认为她是长着翅膀的 才会有这种行为 难道月光公主 属于本多见不到的地方 真的会飞吗 本多看不见时的月光公主 解脱了存在的束缚 谁能说她不会跨上孔雀 穿越时空而变幻莫测呢 显然 正是这种没有确证和无法证明的东西 使得本多沉迷其中 想到这里 本多觉悟到自己的恋爱充满玄妙的性质 您现在收听到的是 丰饶之海之小四 由文道书社出品 冰临演播 游泳池的水面像是洒下了光线的渔网 妻子那宫廷偶人式的浮肿的手 搭在被阳伞遮盖着半边的桌子的一端 默默地坐在那里 这样 本多便可以自由地沉迷于思念了 但是 现实的月光公主 只是本多所见到的月光公主 她有一头美丽的黑发 总是笑阴阴的 常常不大守约 但又十分果断 是个感情难以琢磨的少女 但是 她所看到的月光公主 显然不是她的全部 本多向往着看不见的月光公主 对她来说 恋情与未知密切相关 不言而喻 认识与记知相关 如果不断推进认识 用认识去截获未知 以增加记知的成分 那么恋情能否得手呢 那是办不到的 因为本多的恋情 正要指向那认识之爪 所达不到的 越来越远离月光公主的远方 从年轻时起 本多的认识的猎犬 就极其机敏 因此可以认为 所了解 所见到的月光公主 大致符合本多的认识能力 使月光公主存在于 这个限度内的 不是别的 正是本多的认识力 因而本多想看 月光公主不被人知的 裸体的欲望 便也成为了脚踏 互相矛盾的 认识与恋情两支船的 不可能实现的欲望 为什么呢 因为她的所见 已经属于认识的领域 尽管月光公主尚未觉察 但当她从书架后面的墙洞里 窥探月光公主的时候 从那一刹那起 月光公主已经是本多的 认识所造就的世界里的居民了 在因她的眼睛看过 而被污染了的 月光公主的世界里 绝对不会出现 本多真正想看的东西 恋情是不会如愿以偿的 如果不看呢 恋情又永远不可能实现 本多只想看见飞翔的 月光公主 但是她所能看见的 月光公主并不飞翔 因为只要月光公主 属于本多的 认识世界里的被造物 她就不能违反 这个世界的物理法则 梦中除外 大概月光公主 裸体其孔雀飞翔的世界 距本多仅有一步之遥 可能是由于本多的认识 本身出现了云雾 有了小毛病 或某一极小的齿轮 发生了故障 所以没有运行起来 那么排除了故障 换上新齿轮又会怎么样呢 那就只有把本多 她和月光公主 共有的世界除掉 也就是本多的死 现在显而易见的事实是 本多的欲望所需求的 最后的东西 她真正想看的东西 只能存在于她的世界里 未看见真正想看见的东西 她必须死 窥视者不知不觉地认识到了 只有除去窥视行为的根源 才能接触到光明 这个时候 也就是窥视者的死 认识者的自杀的意义 在本多心中所具有的分量 留生以来还是第一次 如果听任恋情一意孤行 而否定认识 想要无限地摆脱认识 把月光公主带到认识不可及的领域 那么来自认识方面的反抗 就只能是自杀 也就是本多把月光公主 连同被她的认识 所污染的世界一起留下 她自己退出去 然而 她还不能准确地预测到 在那一瞬间 光辉灿烂的月光公主 会出现在眼前 眼前的这个世界 因为是本多的认识 所制造的世界 所以月光公主 也一同住在这里 根据为时论 这是本多的阿赖耶什 创造的世界 但是本多还未能完全 屈膝于为时论 这是因为她固执于她的认识 不肯把自己的认识的根源 与那永远无半点留恋地 抛弃着世界 又更新着世界的阿赖耶什 一视同仁 莫如说本多在心里 把死看成一种游戏 他醉心于死的甜蜜 任时在怂恿着她自杀 在自杀的一瞬间 她很想依赌的月光公主的裸体 如同灿烂的月光 出现在她的眼前 那是一尊谁也看不到的 闪烁着琥珀光辉的 纯洁无垢的裸体 本多梦见了至高无上的幸福 所谓孔雀成就不就是意味着这个吗 按照孔雀明王像仪轨 在表现本世的三昧耶行中 孔雀尾上方可以看到半圆月 进而可以在上面观看满月 因此 他如同半月变成满月那样 表现了修法成就 本多一向期望的 或许正是这孔雀成就 如果金世之恋均以半月告终 那么谁不梦想孔雀上升起的满月呢 捡草鸡的响声停了下来 这样可以了吗 远处传来了喊声 夫妻俩像是蹲在漆木上的 两只无聊的鹦鹉 着奔地扭过身去 身着草绿色工作服的松户 背向白云半遮的富石山站立着 啊 就那样吧 离之低声说 是啊 对老年人不要太勉强 本多也附和着 松户领会了本多的手势 不慌不忙地把捡草鸡推过来 这时朝向香根山的大门口 传来了轰鸣声 一辆客货两用车开了进来 车是从东京开来的 载着厨师和三个侍者 以及很多烹调材料 您现在收听到的是 三岛游济夫超长篇小说 丰饶之海之小四 由文道书社出品 冰宁演播 第四十三集 上 尽管本多是二岗山庄的新住户 但至今还没有请过这别墅区的老资格居民 风船在御电厂附近 以美军为对象的酒吧 油昌 拉客的 或带着军用毛毯 在演习场转来转去的夜鹰等等 严重伤害了风化 人们因为害怕而远离了别墅 今年夏天又陆续回来了 本多这次是借游泳池开放的机会 首次邀请他们 这里最早的居民是香之宫殿下夫妇 和珍柴银行的珍柴堪幼门年老的姨双 听说老姨双要领着三个孙儿前来 此外还有几位别墅所在地的客人 再加上庆子和月光公主 金西和春园夫人也会从东京赶来参加 珍子及早打了招呼 说要去外国旅行不能出席 本来应由春园夫人陪同旅行 但珍子选了另外一位弟子陪伴自己 本多奇怪地发现 一向对庸人十分刻薄的离枝 今天对外来的帮工 不管是厨师还是逝者 都一反常态慈祥地微笑着 她说话和蔼 对人处处体谅 想向别人和自己证明 她是一个如此为世人所喜爱的人 太太 院子里的凉亭那边怎么准备呢 那里是不是也要放些饮料 已经换上白色工作服的逝者说 好啊 不过我们三个人恐怕照顾不到那里 我们往暖水瓶里放些冰块 就请客人自己动手好不好 是啊 到那么远的地方去的多半是情侣 还是不打扰更好啊 但是到了傍晚可别忘了熏蚊子呀 本多听到妻子这样讲话 心里为之一惊 她提高了嗓门 用词圆滑 离之一向最憎恶的就是华而不识 现在她的声调和语言都流露着这种味道 听起来好像是在指桑骂怀 白衣逝者们的快速走动 仿佛一瞬间就在室内的空气中 胡乱拉出了许多直线 那降得笔挺的白上衣 那充满朝气而勤快的举止 那毕恭毕敬的仪表 那职业性的殷勤 把整个家庭变成了他人的清爽的世界 在这里 个人性的东西已不复存在 彼此间的互相协商 互相问询或指挥命令 真像是折成叠形的白色餐巾 在那里飞来飞去 游泳池边准备了简易餐桌 共穿游泳衣的客人们进午餐 到处贴着更衣室设在楼下的纸条 周围的情景眼看就变了样 本多珍藏的落地式电唱机 被蒙上了白桌布 变成了室外酒吧 这虽然是自己的主意 但干起来一看 却像发生了一场暴力性的变化 在越来越炽热的阳光照射下 本多呆呆地望着周围的一切 这是谁出的坏主意 究竟为了什么呢 花费几个钱 宴请这些阔气的客人 得意地扮演一个资本家的角色 炫耀郡公的游泳池 当然 这是从战前到战后 在二纲修建的头一座个人游泳池 而且在这个世界上 由于被招待而不嫉恨他人富有的 大度之人大有人在 你把这个穿上吧 离之把拿来的古铜色薄毛料裤子 长袖衬衫 和印有极细小水珠花样的 茶色蝴蝶领结 放在散下的桌子上 就在这里换吧 有什么关系 能看见的只有逝者 而且那些人现在正在吃午饭 本多拿起两端成葫芦形的领结 用手捏着一头 对着池水的光照瞧起来 这实在是一条简易粗俗的 没有派头的领结 这是他想起了简易法庭的 简易命令程序 简易程序的告知 与被告知人的意义 而且除了那个最终的和 本多所奢望的 闪烁着光芒的焦点之外 最嫉恨着越来越临近的聚会的 正是本多自身 真柴老寡妇带着三个孙儿最先来到 虽说是孙儿 却是以老处女姐姐为首的姐弟三人 两个弟弟是戴着普通眼镜 戴有秀才风度的大学四年级和二年级学生 姐弟三人立即到更衣室去换游泳衣 奶奶身着和服待在伞下 男人活着的时候 战后每到选举时就特别爱和我吵架 我就是为了气气她 投了共产党的票 我是得天球一迷啊 老寡妇说话时 就像蝗虫缩着身子不住的Masa翅膀一样 两只手又是对领子 又是拉袖口 一直在神经质地忙着 她的确如人们所说的 既洒脱又快活 但是在那淡紫色的眼睛片后面 却隐藏着一双在经济上 对一族相当明察秋毫的目光 在她面前被那冰冷的目光一扫视 谁都会觉得像是她的亲属 换上泳装走出来的三个孙儿 体态稳重而没有棱角 是典型的梁家子女 他们相继跳入水中 慢慢游起来 最先进入这池子的 不是月光公主 没有比这更让本多痛心的了 不久 黎之领着已经换上泳装的 相知公夫妇从室内走过来了 本多位没有看见他们驾到 而未能迎接表示歉意 顺便也责备了黎之 但殿下只是摆了摆手 说着哪里哪里就下水去了 老寡妇轻蔑地望着这种应酬 殿下游了一会儿 刚坐在池边 她就从远处尖声喊道 殿下多么年轻健壮啊 要是在十年前 该去报名参加游泳比赛了 现在还是比不了真柴女士 刚游了五十米 就喘不过气来了 能在这御殿场游泳 真是好极了 虽然水凉了一些 说着像是除掉虚事似的 抖落身上的水珠 混凝土地面上 滴下了一个个黑点 殿下想使自己的举止行为 一切依照按战后的风俗 尽可能地淡薄 不拘行事 但有时反被认为太冷淡 她自己却无察觉 在不需要保持威严之后 她就不大理解 如何和别人的交往了 殿下特权式的自信 比任何人都更有资格 讨厌旧传统 因而 她轻视 目前仍然注重传统的人 这虽然并没有什么不好 但是她所说的 那个人太不进步 实际上同她从前说的 那个人出身太卑微 几乎成了同一语 殿下把一切进步主义者 评价为与自己同样的 挣扎于传统智固的人 其结果是 再向前迈进一步 殿下便会荒谬地认为 自己生来就是一个普通老百姓 本多第一次看到 殿下为下水而摘掉眼镜的面孔 对殿下来说 眼镜是她与世人相联系的 相当重要的桥梁 在她那断了桥的脸上 大概是阳光黄眼的缘故 露出了一种 在过去的尊贵与现在之间 焦点不定的茫然的悲哀 相比之下 略显臃肿 穿着泳装的飞殿下 则洋溢着舒展的气质 飞殿下仰面浮在水面上 举起一只手 向这边微笑的姿态 宛如在香根群山的背影下 嬉戏着的一只洁白美丽的水鸟 人们不能不感到 飞殿下是少见的 懂得幸福的一个人 真柴家的孙儿们出水后为祖母身边 同时又与两殿下有礼貌地应酬着 这时本都有些不耐烦 这些年轻人光知道谈美国的事情 长女说的是自己正在留学的高级私塾 弟弟们说的是大学一毕业 马上就要去留学的那所美国大学 反正谈的什么全都是美国 说那边已经普及了电视 要是日本也能那样该有多好啊 照日本现在这种样子 恐怕没有十年以上的时间 是看不到电视的等等 老寡妇不喜欢这种未来的话题 她立刻打断了他们 你们都在讥笑我看不到电视了 是不是 那好吧 我每天晚上变成幽灵 出现在电视上给你们看 祖母毫不留情地 管束着年轻人们的谈话 而年轻人对祖母说的话 都默默地吸耳恭听 这异样的光景 使本朵感到这些孙儿们 像三只聪明的兔子 您现在收听到的是 《丰饶之海之小四》 由文道书社出品 丁宁演播 人们对接待客人的方法熟悉起来 穿泳装的客人相继出现在 露台的入口处 每一款泳装的金锡和春元夫人 被两对着泳装的夫妇围了起来 他俩只好隔驰向大家招手之一 金锡今天穿着不太合身的 肥大的夏威夷衫 春元夫人照常穿着 丧服似的颜色发黑的罗沙衣服 在光闪闪的游泳池前 如同一颗不吉利的黑水晶 本朵立刻就发觉了这种效果 他推测 一定是金锡想嘲弄那个 企图永远扮演不自量力的 滑稽角色的单纯的夫人 才故意穿那种夏威夷衫到这里来的 等跟他们说完话的 穿游泳衣的客人朝这边走来 他们才不慌不忙地跟在后面 绕着池边走过来 他俩黑色和黄色的倒影 在池水中晃游着 两位殿下十分熟悉 金锡和春元夫人 尤其是殿下 由于战后经常出席 所谓文化人的聚会 和金锡的关系是非常浓洽的 这时 他对身旁的本多说 来了一位有趣的人 这些日子总睡不好觉 坐下来的金锡 掏出来一个皱巴巴的外国香烟盒 又把它扔掉了 然后又掏出一盒新的 开了口 弹了弹河底 灵巧地顶出一支烟来 他把烟咸在嘴上 漫不经心地说 啊 有什么烦恼的事吗 殿下把用完的碟子 放在桌上问道 没什么烦恼 可是一到夜里总要和人交谈 谈啊谈啊 一直谈到早晨 在天亮之前 两人都以服毒自杀的心情 一同严肃地吞下安眠药 想睡觉 第二天早晨一醒来 仍然是一个什么事 也没发生过的平常的早晨 每天夜里都谈些什么呢 一想到今夜是最后的夜晚了 话就不知有多少 谈到这世界所有的一切 自己干的事 别人干的事 这个世界所经历的事 人类以前所干的事 以及被气质地沉睡了几千年的大陆 什么都行 都是话题 以及今天晚上是世界的末日 殿下从心眼里发生了兴趣 他进一步追问 那么第二天又活下来 还谈什么呢 要说的话不是一点也没剩吗 这没关系 来回地说呗 殿下对这种嘲弄人的回答 有点厌烦 不吭声了 在一旁听着的本多 弄不明白 今夕什么时候能说出正经话 他想起了今夕从前的 那个奇谈怪论 便问道 那么那个十六国怎么样了呢 啊 那个呀 今夕冷漠地瞟了本多一眼 他近来的脸色 越来越显得憔悴了 再配上那夏威夷衫和美国香烟 本多感到他简直 和某种类型的美军翻译差不多了 那十六国灭亡了 已经不存在了 这是京西一贯的做法 没有什么可惊奇的 但是那个被称作十六国的 信的千年王国 倘若在京西的幻想中已经破灭了 那么他在讨厌京西的幻想的本多的心里 也就破灭了 无论在哪里 他都已经不存在了 而且杀戮那幻想的凶手 竟然是京西 那么京西是怎样被观念之血 迷住了心窍 毁灭自己所构筑的王国呢 那一夜的残情是可想而知的 他用语言构筑 又用语言将其毁灭 那一次也没有成为现实的东西 在什么地方显现过一次后 便被残暴地毁坏了 本多看到京西的舌头在填醉唇 一看到他那被药品染的发黄的舌头 他那观念上的尸山血河便真真的浮现在本多的眼前 与这虚弱苍白的家伙相比 本多的欲望远为稳健和素朴 但是在不可能这一点上 二者是相同的 京西一点都不表现出感伤 故意装出一副不在乎的样子 说出了那句石榴国灭亡了 他这种轻浮象深深印在了本多的心里 春元夫人凑近耳边的鱼鱼低语声 打扰本多的思想 他那极力压低的声音 以说明不是什么重大的事情 这事儿只告诉本多先生 臣子现在到欧洲去了 哦 这我知道 不 我要说的不是这个 他这一次没有约我 带着别人走了 那是他的一个看上一眼就叫人讨厌的差劲的弟子 我对这个人不想做什么评论 反正关于旅行的事 他对我什么也没说 这样的事怎么能想象呢 我虽然到机场去送行了 但心里难过 一句话也没说出来 这是为什么呢 你们不是默逆之交吗 岂止是默逆之交 臣子是我的神 我被神抛弃了 说来话长 他的父亲既是诗人又是军人 在战后的困难时期 首先援助他的是我 我一切听他指点 对他毫无隐瞒 一向按照他的指示生活过来的 并且按照他的指教 吟诗做歌 这种与神同心同体的感情 一直支撑我这个在战争中 失去了儿子的 失魂落魄的女人 即使在他赫赫有名的今天 我的心情也丝毫没变 但只有一件事不行 就是他和我的才能相差悬殊 这次被抛弃 就更清楚地证明了这一点 不过与其说是才能悬殊 不如说是我毫无才能 哪儿的话 由于游泳池的反光 密封着眼睛的本多敷衍地说 是的 我已经明白了 自己能明白固然好 不过 我到现在才搞清楚 他是从一开始就很清楚这一点的 竟然有这样残酷的事 既然当初就知道我是个毫无才能的人 却又知道我 让我为命是从 有时也让我高兴高兴 能利用就利用我 而现在弃我如辟邪 又让别的有钱的弟子来伺候他 到欧洲去旅游 你有无才能另当别论 如果真子才能出众 那么才能本来就是残酷的 就像神那样残酷 可是本多先生 我被神抛弃了 还能怎么活下去呀 如果对我的所作所为 注意审视的神没有了 究竟如何是好啊 对自己也要有信心啊 信心 相信那看不见的 不用担心他背叛的神 是毫无用处的呀 如果不是死盯着我一个人 总是指手画脚地告诉我 这不行那不行的神 如果不是在他面前 不能有任何一点隐瞒 在他面前 自己也被净化到 连任何羞耻心都不要的神 那又有什么用呢 你永远是个孩子 还是个母亲 是呀 是这样的 本多先生 春远夫人已是眼泪汪汪 现在在游泳池中的客人 是真柴家的孙儿们和另外两对夫妇 相知公殿下跳进去之后 他们开始抛制带绿白条纹的大皮球 水声 喊声和笑声 使散乱的水光越发耀眼 在人与人之间荡漾着的蓝色水面 刹那间就被搅得天翻地覆 悄悄地舔着水池四角的水波 被人们发亮的脊背劈开 呈现出发光的伤口 那伤口转瞬间又愈合起来 一波接一波地涌向那水中的人们 在游泳池的那一边 在高声叫喊的同时跃起的水花 使这边无数的粘液质的光圈 精细地伸缩着 那水球向空中飞起的一瞬间 那绿白两色的条纹 也带着轮廓清晰的阴阳面 本多思寸 自己和这水色 泳装的色彩和玩耍的人们 都没有什么深厚的感情和缘分 可是为什么 这一定水量的流动和人们的笑声喊声 会在心中唤起某种悲剧性的构图呢 您现在收听到的是 三岛游济夫超长篇小说 风饶之海之小四 由文道书社出品 冰宁演播 第四十三集 夏 也许是由于太阳的缘故吧 在本多仰望光灿灿的清空 打了一个喷嚏的时候 春元夫人从捂着脸的手帕后面 用人们熟悉的杯枪说 大家都很快活呀 在战争期间 谁能想象会有这样的时代到来呢 哪怕是一次也好 真想让小熊也感受一下 离枝陪同着泳装的沁子和月光公主 出现在露台上时 已过了下午两点 由于等得过苦 本多仰才感到 他们的到来是极为自然的 隔着游泳池望去 沁子被黑白纹泳装包裹着的躯体 非常丰满 说她是近五十岁的人 让人难以置信 自幼过的西式生活 使她的腿形与长度十分协调 身段非常的优美 和日本人迥然不同 即使看她与离枝谈话时的侧身 那曲线也像雕塑般的庄严流畅 隆起的胸部与臀部很匀称 通体给人一种浑圆的感觉 在她身旁的月光公主的体态 与她形成了绝妙的对照 月光公主身着白色泳衣 一只手拿着白胶皮泳帽 一只手拢着头发 右腿做着稍喜的姿势 脚尖向外撇着 从远处看月光公主 向外扭脚尖的姿态 带有一种使人怦然心动的 变了味的热带情调 她那结实而细长的双腿 支撑着厚实的动体 给人一种不均匀的危险的感觉 这是与沁子的体态 最明显的不同之处 而且白色的游泳衣 使褐色的肌肤格外引人注目 游泳衣裹着的胸部 那赫然隆起的部位 使本多想起阿丹陀石窟 那幅壁画里冰死的舞女 她微笑时露出的牙齿 比白色的游泳衣还白 从游泳池这边也看得一清二楚 本多从椅子上站起来 迎接她所渴望的人 一步一步走进 这回都到齐了吧 离枝小跑着过来 本多没有理会 妻子问候了飞殿下 又向游泳池下的殿下招招手 冒险之后真是筋疲力尽 庆子用丝毫听不出 倦意的流利的声音说 我这个笨手笨脚的司机 把车从清景侧开到东京 在东京带上月光公主 再来这里 真不容易啊 可是我一开车 为什么别的车都躲着走呢 简直如无人之惊 被你的威严震住了吧 本多言语地说 离枝莫名其妙地 痴痴笑了起来 这功夫 月光公主迷上了 波光灵灵的池水 背对着桌子 跃跃欲试地 摆弄着白游泳帽 那帽里儿翻过来时 像涂了油似的 闪着媚人的色泽 本多的心思 全都集中在公主的身体上 过了好一阵 才注意到 她手指上的绿色的光彩 她指头上戴着 相有金护门绳的 绿宝石戒指 本多顿时欣喜若狂 这标志着自己得到了原谅 戴戒指的月光公主 又成为原来的月光公主了 于是 本多早年的学习院森林的沙沙声 纤罗的两位王子 和他们忧郁的眼神 夏日在中南别墅的庭院里 听到的前月光公主的噩耗 漫长岁月的流逝 在曼谷对幼年月光公主的夜间 晚八音的沐浴 在战后的日本找回了戒指 所有的这一切 都再一次编入了 连接着本多过去 对于热带的憧憬的黄金锁链 有了这个戒指 月光公主才成为了 本多错综复杂的记忆中的 不断奏响的 一连串音域而辉煌的 音乐主旋律 您现在收听到的是 《丰饶之海之小四》 由文道书社出品 冰临演播 本多耳边响起了嗡嗡的风鸣 在日头正毒的空气里 他闻到了炒麦子式的气味 在这无西花之人的庭院里 没有富士远野夏季盛开 曲迈和龙胆花的美景 但这里的风中 掺杂着远野的气味 还有那时而把天空染黄的 美军练兵场尘埃的气味 岳公公辱在本多的身旁喘息着 何止是喘息 她的身体好像一到夏季 就特别容易感染疾病似的 连指尖都染上下意了 她那肉体的光泽 就像在荷花树浓荣的市场上 叫卖的泰国珍奇水果的光泽 那果实已经成熟了 它是一颗该来的果实 是一个约定的裸体 回想起来 本多自从看见这裸体 从她七岁那年到现在 已经相隔十二年了 至今仍历历如在眼前的 她小时候鼓起的小孩肚子 现已平展了 而当年那扁平的小胸脯 现在却是丰满地扩张了 月光公主被游泳池里的西西所吸引 她的脊背恰好冲着桌子 涌衣后背上的带子系在脖子上 然后向左右分开 连接到腰部 暴露在外的笔直舒展的脊背钩 一直连到臀部的钩 在臀部上方的尾骨处停住 以至连那秘密的小水潭式的部分 也窥见得到 浑圆的臀部被掩盖着 犹如一轮满月 看上去 显露的肌肉似乎被夜晚的凉气包裹 而掩藏着的肌肉则被赋予了光明 阳散把细如凝枝的肌肤 分割成阴面和阳面 阴影中的一只胳背像青铜像 照在日光下的另一只胳背 直至尖头 像是抛光的花梨木 而那细腻的肌肤并不完全排斥户外的空气和水 它湿润得如同琥珀色兰花的花瓣 远看纤细的骨骼 近看其实是匀称而结实的 该游泳了吧 沁子说 是啊 月光公主活泼地回过头来微微一笑 她正等着这句话 月光公主把白泳帽放在桌上 抬起双手向上隆起美丽的黑发 在她做这个说是灵活不如说是草率的动作时 本多所处的位置正好能够看清她左叶下方 泳衣的上半部形似西式围裙 胸口上的带子虽然从脖子绕到后背左右分开 但是由于胸口开得过大 几乎露出了乳房边缘 遮盖两肋的只是胸部左右两侧很窄的带状部分 因此夜窝下面便暴露无遗 当她双手举起时 带子也跟着被稍稍提起 于是从未见过的部分就能够完全看到了 那里的皮肤与别处没有什么不同 浑然一体 泰然自若地承受着阳光 连一点黑质的痕迹也找不到 本多心中一阵喜悦 月光公主把游泳帽紧绷绷地戴在隆起的头发上 伴随着沁子向游泳池走去 沁子发觉自己手指还夹着香烟 又返回来时 月光公主已在水中了 这时恰巧离枝不在身边 本多不时时机地 对低头往烟灰缸里扔烟头的沁子敲声说 月光公主带着戒指来了 沁子向他使了个媚眼 在他挤那只眼睛的时候 平常看不见的小皱纹 隐隐约约地刻在眼角上 就在本多呆呆地注视着游泳的这两个人的功夫 离之返回来 坐在了他的身边 他看见月光公主像海豚一样跃出水面 转瞬间又带着笑容 没入波光烟灰的水中时 声音沙哑地说道 嗯 那样的身体准能胜出许多孩子 您现在收听到的是 三岛游济肤超长篇小说 丰饶之海之小四 由文道书社出品 冰宁演播 半夜时分 本多还泡在书斋里消磨时间 一般的书怎么也看不进去 打开平时不开的抽屉 发现了扔在里面的审判记录抄本 本多无聊地翻看起来 那是昭和25年1月宣判的 将现在的财产归于本多的判决书 本多把用黑线装订的审判记录 放在展开的 用摩洛哥皮革制作的 英式大文件夹上翻阅着 取消明至35年3月15日 农商务省下达的 林字第5609号 即对原告作出的 不返还国有山林的指令 被告应向原告退回 附届目录中记载的国有山林 诉讼费用由被告负担 诉讼是在明治33年提出的 35年被驳回 在以后的半个世纪中 历史变迁 但原告一直执拗地提出异议 本多参与此案后 幸运地使原告获胜 想来 与本多毫无关联的福岛县地区的 那片山林 现在却如此支撑着本多的财富 与腐化的生活 简直是匪夷所思 到了夜间 人际罕见的山林 连同那阴湿的杂草 为了本多今天的生活 日复一日地自然成长着 如果在明治末夜 走在山路上的行人 看到那高高耸立的山林 而赞叹其崇高时 要是知道 那只是为五十年后的人们的 愚蠢服务的话 又该作何感想呢 本多倾听着 重生稀疏 妻子已在灵世沉沉入睡 家里被夜晚骤然家具的 凉气所笼罩 游泳池落成的招待会 五点结束 除庆子与月光公主之外的客人 都该离去 但今夕和春园夫人坚持不走 他们本来就打算住在这里的 这样一来 晚餐与房间的分配都不大好办 春园夫人是不拘小节的人 晚八点 本多夫妇与庆子 月光公主 以及今夕和春园夫人 六个人用过晚餐 之后厨师和侍者开始准备回去 客人到院子里去乘凉 今夕与春园夫人去了凉亭 许久没有回来 本多元打算安排庆子住最里面的客房 月光公主住书房隔壁的客房 由于今夕她们的流宿 就变成了请庆子与月光公主同住在书房的灵室 今夕她们则被挤到里面那间 结果本多尽情地欣赏月光公主单独一人的睡态的意图落了空 和庆子同屋 月光公主睡觉时肯定要拘谨的 审判记录里的文字 本多一个字也没有看进去 六 她看了一下表 已是十二点过五六分了 突然 在黑暗中 她的神经被什么东西吸引住了 胸中涌起了难以名状的甘甜的心跳 本多曾经体会过这样的心跳 夜间在公园里潜伏时 急切盼望的事情终于在眼前出现之际 就像红蚂蚁一起爬上了心脏 引起这样的心跳 那是一种雪崩 这黑暗的 蜜一般的雪崩 是以令人晕眩的甜蜜 把世界包裹起来的 她压断理智支柱 用机械的律动 记录下了所有的情感 一切都被她融化 任何反抗都是徒劳的 她是从哪里袭来的呢 在某个地方有官能的深深的巢穴 一旦她从远处发出指令 无论多么平滑的触角 也敏感地轻轻摇动 一定要抛弃一切而跑出去 快乐的召唤与死的召唤多么相似 一旦被召唤 眼前的任何事情都无足心中 就像一条幽灵船一样 一旦听到喊声 眼前的任何工作都不再重要 刚刚着笔的航海日记 吃了一半的晚餐 擦完一只的皮鞋 至于敬前的木书 尚未寄牢传揽 全体船员就消失得无影无踪了 必须舍弃刚刚做完一半的工作 不顾一切而出走 心跳是发生这种事情的预兆 虽说由那里开始的事情是不体面的 丑陋的 但是这心跳必定包含着彩虹般的锋利 闪耀着与虫高难以区分的东西 与虫高难以区分的东西 也正是稀奇古怪的东西 促使人做出极其高尚的事业 极其刚烈的行为的力量 与引诱人做那极卑鄙 极快乐极龌龊的梦的力量 同出于意愿 伴随着同样预兆的心跳 是我们最不愿意看到的事实 如果最卑鄙的欲望 不过是若隐若现的卑鄙的影子 在这最初的心跳中 没有闪耀崇高的诱惑 那么人还可以保持平静的自尊心活下去 有时诱惑的根源并非是肉欲 而是故弄玄虚的 模糊不清的 像隐约耸立云端的显风似的 银色的崇高的幻影 它是先把人俘虏 接着使人极力摆脱难以忍受的焦躁 去追求广阔无垠的光明 它就是这样一种崇高的鸟娇 本多按捺不住地站起身来 瞅了一眼隔壁黑暗的卧室 听了听妻子的酣睡声 明亮的书房里又只有他一个人了 有时以来书房里便是他一人独处 到历史终结之时 书房里也依旧是他截然一身吧 关闭了书房的灯 浩月高悬 家具的轮廓依稀可见 打磨过的山毛菊板桌面上 月光如水 本多靠近墙边的书架 倾听临时的动静 动静是有的 不过不像是坐着交谈 或许他们在这难眠之夜 躺着聊天呢 只是一句也听不起 本多从书架抽出十本西洋书 露出那个窥视孔 这些书籍的数目是事先固定的 书名也是既定的 是父亲传下来的古老的烫金皮面书 他的手指能准确地分辨 每一本不同的厚度 抽出的次序也是固定的 拿到手上的重量是早就知道的 落在书上的灰尘气味也是熟悉的 这庄严的书籍的触感与重量 那整齐的排列 是为了快乐所必须的手续 郑重其事地拆掉这些观念的石墙 把思想上的严肃的满足 变成无耻的陶醉 乃是最为重要的仪式 每一本都要小心地轻轻放在地板上 每拿一本都使心跳更加激烈 第八册是份量最重的书 取出它时 那快乐的今晚尘土的黄金般的重量 几乎使它的手都麻木了 要注意脑袋不碰到任何地方 眼睛也要对准亏时空 这种熟练的技巧是很重要的 不管多么细小的事情 都是极其重要的 就像在举行纪礼 为窥视光芒四射的另一个世界 每个细节都不能疏忽 它就是在这暗夜之中的唯一的祭司 要终密地遵循在头脑里长时间 反复考虑过的仪式程序 它迷信如果忘记意见 就会全盘瓦解 它首先悄悄地把右眼紧贴于窥视光 您现在收听到的是 《丰饶之海之小四》 由文道书社出品 冰零眼波 房间里是斑驳的威名 好像只有台灯亮着 本多曾吩咐松户变了个小花样 靠墙的床也稍稍往中间挪动了一些 因此两张单人床均在视野之中 在那暗淡的灯光中 交织在一起的肢体 在眼前的床上蠕动着 白皙而丰满的肉体 与浅黑的肉体 头的方向相反 姿态可谓放纵之机 那是极自然的姿态 心灵与肉体相结合 酿出爱的脑髓 由脑髓极力接近最远的部分 以求得均衡 在那里亲自品味自己酿出的酒 乌黑的头发与同样乌黑的毛 交织在一起 纠缠在一起 脸颊上的散乱病发成了 爱的象征 光滑的大腿与飞红的脸颊紧贴在一起 柔软的腹部犹如月夜的海滩 静静一起浮阵 听不见准确的声音 但似欢似悲的唏嘘便及全身 彼此尚顾及不到的乳房 乳头天真烂漫地朝着光线 时时发出闪电般的震产 深沉的叶包裹着乳月 表示肉体的许多部位 仍处于疯狂的孤独中 急切地想要更加亲近 更加紧密 更加融入 却难以尽情 那一头 庆子染红了指甲的脚趾 忽张忽合 像是踩到了滚热的铁板似的 扭动着指头 结果不过是在踩踏那 空寂而威名的空间而已 那个房间虽然也充满了 山区的凉气 但本多感到 窥视孔的那一边 却像是火炉堂 而且是熊熊燃烧着的火炉 遗憾的是月光公主背向着这边 白天仔细观察过的那几沟中 汗水静静地流淌 不久溢出沟外 滴在下边黑暗的侧腹部 它似乎嗅到了刚刚打破外壳的 热带水果果肉的浓烈香味 庆子像要骑在上面似的 稍微挪开身子 公主把伸进庆子光滑的双腿之间的脑袋抬起 露出了乳房 公主右臂抱着庆子的腰 左手缓缓地抚摸着庆子的腹部 本多听见夜晚的波浪 间接地舔着岸边礁石似的声音 本多十分惊愣 他甚至忘却了自己的恋爱因对方的背叛而已告终 因为他初次看到月光公主的真挚之情是多么美好 月光公主仰面而握 闭着眼睛 额头埋在庆子时而惊弯的腿间 本多看见 从月光公主紧闭着的眼睛的长睫毛里 一串泪珠滚动着流到脸颊 一切都在无限的波动之中 奔向闻所未闻的绝顶 为达到那谁也梦想不到的 渴望不可及的至高无上的境界 两个女人在拼力合作 本多看到那稀有的绝顶 像是一顶灿烂夺目的王冠浮现在混沌的空中 那是俯视如动着的两个女人而悬着的鲜罗士园月王冠 大概只有本多的眼睛才能如梦如幻地看到 两个女人交替着时而扬起身子 时而瘫软在喘息与汗水中 在那似乎垂首可得又无法企及之处 王冠凌然地悬浮着 那梦想的顶点 那梦幻般的金色境界展开之时 情景突然一变 本多看见这两个纠缠在一起的女人 献出苦闷之香 肉体剧烈抖动着 紧皱着眉头 似乎那火热的身体痛苦万分地 想从灼热的物体中挣脱出来 但是没有翅膀 她不停地从束缚 从苦闹中逃脱的徒劳地动作着 而肉体牢牢地拉住她 恍惚地精神在劝慰她 月光公主美丽的黑乳汗水淋漓 又乳被庆子的身体压得变了形 抚摸着庆子腹部的左手 握着那直挺挺地喘息着的左乳 乳头在颤动的坟头上打盹 汗水为这新鲜的红土坟头 增添了明亮的雨的光子 此时月光公主似乎嫉妒 庆子的腿的自由活动 要把那腿据为己有 她高举其左臂 抓住庆子的腿 像是断了气也无防一般 紧贴在自己的脸上 庆子那威风凛凛的白腿 完全盖住了公主的脸 月光公主的夜窝露出来了 左侧乳头的左边 一直引在陛下看不到之处 在那木矮般的褐色肌肤上 宛如卯心的三颗小黑痣 赫然可见 本多受到了万剑穿心般的一击 他从窥视孔缩回脑袋 正要离开书架 有人轻轻拍了拍他的后背 本多回头一看 只见穿着睡衣的梨枝 站在背后 目光严厉 脸色苍白的可怕 您在干什么 我就知道您会干出这等事来 本多向妻子 直指自己汗湿的额头 却没有丝毫扭尼 因为他已经看到了黑痣 你看看吧 那黑痣 您是说让我看看吗 看看吧 果然不出所料 离枝在体面与好奇心之间抽出良久 这时 本多满不在乎的来到向外突出的窗边 坐在那里的长椅上 离枝把头伸向窥视孔 看不到自己窥视姿势的本多 觉得妻子那种卑鄙的姿势 真是不堪入目 但是不管怎样 夫妇总算是殊途同归了 隔着沙窗望那云中之月 在光运环绕的云彩里 月光向寺外倾斜 朵朵云彩相连 气象万千 星星寝寥寥可数 在桂树林的上方 有一颗闪着墙光 离枝窥视之后 打开室内的灯 细形余色 她走到窗前 坐在长椅上 她已经没有了怨恨 压低声音温柔地说 真叫人吃惊啊 您早就知道吗 不 我也是猜知道 可是您刚才不是说 果然不出所料吗 你理解错了 离职 我说的是黑志 你过去翻过我东京的书房 看过松枝的日记了吧 我哪会翻您的书房 翻了也无所谓 我是问 你看过松枝的日记吧 啊 别人的日记 我不感兴趣 不记得了 本多让她去请示 取雪茄烟 离职立即照搬 甚至用手掌 遮着纱窗的风 给她点火 松枝的日记里 写着有关转世的标志 你看见了吧 公主左边夜窝的 三个黑志 那黑志 本来是松枝身上的 离职对本多的话 不知可否 大概认为 那是丈夫的顿词 本多想和妻子 共同回忆 又追问 嗯 看见了吧 那黑志 哎呀 怎么说呢 看见了比黑志 更惊人的事 哎呀 人哪 真是不可理解 所以月光公主 是松枝的转世 离职用怜悯的眼神 凝视着本多 这个相信自己的病 已经治好的女人 又要做一个 给别人治病的人 这不是很自然的吗 这个确信着 粗野了现实的女人 也想让丈夫尝一尝 像海水刺激皮肤似的 那种粗野的味道 离职虽然也有过 改变自身的欲望 但当她认识到 即使自己不变 只用眼睛看 也可以看见世界在变 她就觉得 还是相信现实 才是明智的 那么 这时的离职 已经不是从前的离职了 她有些 藐视丈夫的世界 其实她还不了解 由于她这一看 自己就成了 丈夫的同盟 您说什么转世 傻话 我不想看什么日记 现在总算平静下来了 您这回也该清醒了吧 我呢 我被一个完全错误的估计 折腾得好苦 一直跟一个幻想较紧 一想到这些 就觉得很累 不过 总算还好 以后再没什么烦恼的事了 夫妻二人坐在长椅的两头 中间放着烟灰缸 恐怕离之着凉 本多关了玻璃窗 雪茄的烟雾在灯光下弥漫着 两个人相对无言 但与白天的沉默完全不同 此刻本多想到 如果由于看到了令人厌恶的事 能使两颗心结合在一起 她和离之也能像世上的许多夫妇那样 把自己的道德之端正 像洁白的围裙一般挂在各自的胸前 每日三次坐在餐桌前 得意地填满肚子 有权力藐视不伦不类的事情 这该有多好啊 然而事实上 两个人已成为了 有窥视辟的夫妇 但是二人的所见并不相同 本多发现了实质 而离之发现的则是虚妄 共同的 只是两人走过的这段路程 除了给他们留下了 至今尚未恢复的疲劳外 一无所获 今后剩下的 只是两人互相安慰了 最后 离之打了个能够窥见地狱最底层般的大大的哈欠 一边拢着病发 用词得体地说 哎 我考虑 我们还是领养个孩子吧 在一瞬间 死亡已从本多的心中飞走 本多现在已经有理由相信 自己或许是长生不死的 他抹去 他抹去粘在嘴唇上的雪茄烟液 坚决地说 不 还是两个人生活为好 最好没有后代 招文道 西死可以 您现在收听到的是 三岛游济夫超长篇小说 风饶之海之小四 由文道书社出品 冰临演播 第四十四集 下 本多和离之被激烈地敲门声惊醒 闻到浓烟味 着火啦 着火啦 一个女人在大声喊叫 夫妇俩手拉手跑到门外 二楼走廊已是浓烟滚滚 来报信的人不知去向 夫妇俩用袖口捂着嘴 迎着浓烟跑下楼梯 游泳池的水闪闪发光 不管怎样赶紧到游泳池去最保险 来到露台向游泳池望去 庆子在那里搂着月光公主在呼喊 虽然没有开灯 但从游泳池里的投影 清楚地看到房屋各处都已起火 披头散发的庆子和月光公主 都穿着带来的睡袍 这时本多很惊讶 而本多和离之穿的是睡衣 被浓烟呛得咳嗽起来 所以才醒的 那是从京西房间起的火 庆子说 刚刚敲门的是谁 是我 我也敲过京西先生的门 可是他没起来 真糟糕 松户 松户 本多大声招呼 沿着游泳池跑来的松户 京西春园很危险啊 你能去救他们吗 二楼上熊熊的火焰夹杂着白烟 从京西房间和庆子房间的窗户涌出来 不好办啊先生 司机慎重地想了好一会儿回答 已经晚了 他们怎么没逃出来呢 多半是安眠药吃多了 庆子在旁边说 月宫公主听了这话 伏在庆子胸前哭起来 突然火焰腾起 好像是防盖他了 火蛇在空中乱窜 这水有用吗 本都望着 似乎摸一下都会烫手的 被火焰硬得通红的游泳池水 说了这样一句不找编辑的话 是啊 旧火已经来不及了 客厅里有贵重东西 或许撒些水为好 我去取水桶吧 松户征求着主人的意见 仍然没有任何行动 本多已在考虑别的事情 旧火车还没来 现在几点了 谁也没带表 手表都扔在房间了 四点过三分 天快亮了 松户说 你真心 居然没忘了戴表 本多意识到 自己在这种时候 也没忘挖苦人 说明自己已经震惊下来了 多年的习惯 总是戴着手表睡觉 连裤子也穿得 整整齐齐的松户回答说 黎之木呆呆地坐在河上的阳伞旁边的椅子上 本多看见月光公主从庆子胸前抬起了头 慌忙掏着睡衣的兜 掏出一张照片 照片正面被大火映得更加亮 本多不经意地看见 那是坐在椅子上的庆子的全裸照 太好了 这个能烧掉 月光公主微笑着仰望庆子 火焰照亮了她雪白的牙齿 准确的记忆功能 使本多从错综复杂的回忆中 想起这照片正是那天月光公主 在客机闯进她卧室之前 看得出了神的秘密照片 傻瓜 性子娇媚地搂住她的肩膀问道 戒指呢 戒指 哎呦 望在房间里了 本多听见月光公主肯定地说 二楼边上的窗户 将出现浑身是火的人影 将凄厉地呼喊吧 本多陷入这恐怖的想象之中 现在那里确实在发生死亡 或许可以说死亡过程已经完结了 或许由于这个缘故 尽管有噼里啪啦的燃烧声 火灾却给人以深深的禁忌之感 焦急盼望的救火车人物综艺 本多想起可以使用正在翻修的 镜子家的电话 就让松户跑着去 给二枚桥的御电厂消防署挂电话 大火包围了整个二楼 一楼也灌满了烟 可是风恰好从西北的富士山方向吹来 所以烟并没有刮到游泳池 相反的黎明前的寒气清晰着脊背 火势不断在变化 噼噼啪啪的声音像是在火焰中迈动的巨大脚步声 中间夹杂着断断续续的烧烈物品声 每当听到这声音 本多就猜想是书在燃烧或桌子在燃烧 暗自描绘着书液被烧得卷起来 就像蔷薇花的样子 火势越发凶猛 火舌超越了浓烟 热浪也传播到了游泳池边上 热风卷起 燃烧物的碎末接连不断地飞上天空 那些即将成为灰烬的最后的金色 仿佛要一起飞出来 好像一群出龙的小鸟 喧闹地煽动着金色的翅膀 被冲天的火焰照亮的天空立角 黎明前的黑暗中的横云轮廓越来越清晰了 只听房子里轰隆一声 大概是二楼地板塌了 接着外墙的一部分被火焰撕裂 烧毁的窗框掉在游泳池里 那黑窗框成了火框 一瞬间形成了 鲜罗大理石寺院之窗的幻影 落下来的窗框渐起水花 同时响起了咕噜咕噜地 开了咕噬似的声音 刺破周围的空气 人们赶紧从池边躲开 渐渐失去外墙的房屋 远看像是燃烧着的巨大鸟笼 从所有的缝隙间溢出 一条条细长的火焰 摇曳闪烁 房屋喘息着 火焰的中心似乎蕴含着 生命实质的 深深的 激烈的气息源泉 在火焰之中 有时熟悉的家具 变成剪影而浮出 再现过去的生活形态 可是一旦被火光覆盖 便立即溃散 其自身又变成熙熙的火焰 向外吐露的火蛇 像蛇一样的隐身于翻卷的烟雾中 火焰从浓重的黑烟中 时而显露出糜烂的面孔 一切已迅速无比的动作 使火与火携手 烟与烟结合 向着一个顶点一味地攀升 燃烧着的房屋倒影 在游泳池中深深地投下火焰之毛 从那深处可以看到 火焰尖端的黎明前的天空 是清澈的 您现在收听到的是 《丰饶之海》之小四 由文道书社出品 《冰临演播》 随着风向变化 烟向这边飘来 所以人们越发远离游泳池 虽然分不太清 但烟气中确实夹杂着 烧人肉的气味 人们心照不宣 双手紧紧捂着鼻孔 黎之提议 露水很大 不如到凉亭去 于是三个女人离开火场 沿着昨天修整的草坪斜坡 向凉亭走去 只剩下本多留在这里 因为她在沉思 这一情景 曾在哪里见过 火焰 映照火焰的水 焚烧的尸体 这些正是 贝纳勒斯的情景 在那圣地 见过终极景象的本多 怎能不梦想 她的再现呢 家宅变成新柴 生活复之一具 一切琐事 化为灰烬 本质以外的事物 无意重要 一个被遮掩的巨大面孔 突然从火焰中 抬起头来 笑声也好 哀叫也好 哭泣也好 一切都被火焰的嘎嘎响声 烧炼木材 烧破玻璃的爆响 以及房屋各处的 昏明所吞 那些声音本身处于一片 静寂之中 屋顶的瓦被烧裂掉落 一个个束缚被解除了 家宅变成从未有过的 灿烂的赤裸 烧剩下的一楼的一角 鸡蛋皮色的外墙 从周围起皱 眼看着变成茶褐色 同时 从渗出的薄烟中 窜出的一股股凶暴的火蛇 为烈火冲开 一个个喷出口 那精淡而快捷的速度 美妙地好似一场梦境 本多胆趣落在 尖头和袖子上的火星 游泳池的水面 被烧透的木片 和水草式的灰烬覆盖 但是火焰的光辉 能够穿透一切 火葬玉场的净化之火 倒映在这块小小的水域 为月光公主的沐浴 而建造的神圣的游泳池 它与横河映照的葬火 有什么不同呢 在这里 火也是由鲜柴 和两具尸体构成的 那尸体是不容易烧透的 大概在火中不止一次地打挺 也举起胳膊 他们已经没有痛苦 肉体只是模仿着 受折磨的样子 反复地抵抗着毁灭 它是与那浮现在 暮色中的阶梯玉场的 鲜明的火 毫无差别的 同一性质的火 一切都在迅速地 回归四大 烟气冲满了天空 这里唯一缺少的 就是在火焰那边 回过头来 注视本多的白色圣牛 救火车来到时 火势已经减弱 但是消防员们忠实地向整个家宅洒水 他们先试图救人 找到了两具焦黑的尸体 警官来到 同本多一起勘察现场 楼梯已塌落 无法登上二楼 因此本多没有上去 了解了京西和春元夫人的习惯后 警官估计 躺下吸烟是起火的原因 假如吃下安眠药是三点左右 药力发作的时间 与烟头从指尖掉到被褥上 而起火的时间 符合金西生前的习惯 本多不赞成自杀的看法 当警官提到情死两个字时 在一旁的沁子笑起来 调查告一段落后 为填写案情记录 本多还得去警察署 看来这一天都不得消停 只得让松户去买早点 可是离商店开门的时间 还有几小时 没有别的地方可待 大家自然而然地聚集在凉亭里 谈话中间 月光公主结结巴巴地说 刚才躲避大火跑到这里来时 草坪里出现了一条蛇 远处的火光照得那茶色的鳞片 仿佛涂上了一层油 它飞快地逃掉了 听她这么一说 几个女人更加感到恐怖 此刻 晨曦中砖红色的富士山顶 闪烁得一缕雪光 映入凉亭里人们的眼帘 尽管是在这种场合 出于下意识的习惯 本多把注视着红色富士山的视线 迅速移向一旁的沉空 于是那里浮现出一个截然不同的 雪亮的冬日富士 昭文道 西死可以 您现在收听到的是 三岛游济夫超长篇小说 《丰饶之海》之小四 由文道书社出品 冰临演播 第四十五集 昭和四十二年 本多受到美国驻东京大使馆邀请赴晚宴 在晚餐席上见到一位美国人 她曾在曼谷担任过美国文化中心的理事长 她的夫人是三十多岁的泰国女子 据说是一位泰国公主 本多认为她肯定就是月光公主 昭和二十七年 玉电厂发生火灾之后不久 月光公主就回国了 后来一直没有阴心 不料十五年后 月光公主做了美国人的妻子 又返回东京 有一瞬间 本多对此深信不疑 这并非不可能 夫人在被介绍的时候 故作初次见面时的寒暄也并不奇怪 因为月光公主很可能 对本多假装从来不认识 晚餐期间 本多总是瞧着夫人的脸 但夫人顽固地不说日语 那满口美式英语 与美国人毫无二致 心不在焉的本多 一直答非所问的应酬旁边的女人 晚餐后到别的房间 去喝饭后酒 本多走进身着 薔薇色太稠衣服的夫人 终于有了单独说话的机会 您认识月光公主吗 本多问 当然认识 她是我的孪生妹妹 可是她已经去世了 夫人用漂亮的英语回答 本多慌忙询问 什么时候 怎么死的呢 夫人是这样告诉本多的 月光公主从日本留学回来之后 父亲知道了 她在日本的留学一无所获 就想让她再去美国留学 但是月光公主不同意 只想在曼谷住宅的花丛中悠闲的度日 在她二十岁那年的春天 突然死去了 据她的侍女说 月光公主独自到院子里去 待在花红如烟的凤凰树下 院子里不会有别的人 但从那里传来公主的笑声 远远听到这笑声的侍女 觉得公主独自发笑 有些奇怪 那是清脆而天真的笑声 回想在阳光灿烂的晴空中 笑声忽然停止 过了一会儿 变成了一声声尖叫 侍女跑过去时 见月光公主被眼镜蛇咬了腿 倒在地上 月光公主眼看着肌肉开始松弛 动作开始失调 一个劲地说看不清东西 特别困 紧接着 就出现了周身麻痹和流口水 呼吸缓慢下来 脉搏也加剧了 一个小时后 医生赶到时 他早已在最后一次 痙攣发作后 气绝身亡了 本卷中 大家好 我是冰灵 很开心你听到了这里 我也假设既然你听到了这里 那你大概是按照顺序听过我所演播的前面的三卷 也准备 也准备即将听我演播的风瑶之海第四卷 天人五衰 如果你是关注文道书社的朋友 你大概会知道风瑶之海这个系列是有史以来篇幅最长的 所以对我来说也比较特殊 有人喜欢 也有人说 停不下去 都没有关系 知道自己喜欢什么和不喜欢什么都是很珍贵的体验嘛 对吧 如果你想要和我或者其他主播互动 也欢迎你发来私信沟通 那么接下来我们要更新的就是风瑶之海的第四卷 天人五衰 希望大家能够持续的关注和喜欢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